近日,长沙理工大学迎来一位特殊新生,因患有先天性白化病,他的头发、眉毛和皮肤雪白,视力不足0.1,被大家称作白雪男孩。 然而,这位白雪男孩却在今年高考中以585分的好成绩拿到大学入场券。 记者在长沙理工大学军训场上见到这位名叫张维的白雪男孩时,他正在和同学们熟悉连队战歌。 因为事物不轻且无法过度用眼,学校给予了他不用参加军训的特殊照顾,但他仍然来到操场和同学们打成一片。 我觉得大概都挺热情的,就是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隔,都很轻,很亲近,可能对我来说很好适应吧。 张维说,自己能很快和同学们熟络起来,和妈妈从小的教育密不可分。 由于外貌异于常人,他总是引人注目。 为了让他更好地融入社会,打小企,妈妈就经常带他乘坐公交,出入各种人流密集场所,锻炼他的社交能力。 久而久之,他渐渐养成了开朗大方和坚韧的性格。 张维的坚韧步拔不止在生活中,更体现在学习上。 张维的母亲回忆,为克服因势力导致写字慢和字体不端正的问题。 张维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练习。 从小到大,练字的纸堆起来,都赶上了他的身高。 其实他学习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,因为他看不清黑板,即使是坐在第一排,他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。 他只能靠上课听,听老师怎么讲。 就这样靠着听课和老师同学们课后的辅导帮助,张维记下了高中三年所有知识点。 高考时,他拒绝了使用放大镜等辅助工具的政策照顾,与普通考生一样,用端正的字体写完了所有大卷。 不仅如此,他还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和书写的语文考试上,获得了113分。 最终,张维以585分的成绩,被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,迎来了向往的大学生活。 德智张维的身体情况,开学前,长沙理工大学的老师对他进行了一次加访,向他介绍专业学习相关情况。 当获悉需要较长时间面对电脑,且学习课程难度较大时,张维没有丝毫退缩。 这个专业我是之前有了解过的,也就是说他的那些什么上课,还有什么工作的各种强度我都是知道的,我就觉得也还好吧,我还可以试一试,挑战一下。 要是连这种困难都不敢挑战的话,那我以后还怎么办吧。 对于未来,张维并未做出详尽规划。 在他看来,一切都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,顺其自然。 当下,他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,努力在大学中,不掉队。 对于未来,张维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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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来。